前面就是这个五星八卦塔吗 哇很壮观呀 见上一集继续实力探访广东河源寺五星八卦塔 坊间传完为战牙邪灵而建 到底是真的吗 荒原面积广大 荒草茂盛 转过几个院落 到底能找到五星八卦塔吗 赶随镜头看过来吧 哇转过来这个地方又有一个大店 这个大店比墙边的大得多了 是两层的 然后这个顶上还有双龙细柱 上去瞧一下 这两边还有梁廊呢 灯高望远 这边还有水瓶呢 哎呀 好家伙 竟然还有人在这吃过烧口呢 小生花不错啊 在这呢楼梯在这 在这个角上 看这啊 以前的时候是有栏杆的 但是栏杆的现在给锯掉了 哎呀太热了 出汗了 哦这上面怎么 看房顶 被火给烧过 哇应该是起过火呀 下来之后这个地方非常平坦 很干净 人家还画着线呢 是个操场吗 这个地方挺干净的 前面看前面 哇终于看到了 前面就是这个五行八卦塔吗 哇很壮观呀 从这看有种什么感觉呢 哎呀这种感觉太奇妙了 很神奇的一种感觉 在中间呢 有一座大的 一层 两层 三层 四层 五层 六层 七层 还是八层 然后在前线更宽 四个脚上有四个小的 哇太壮观了 把眼上去看一下 哎这还有花呢 哦这什么呀 哇 这是哪个女神仙呀 哎 还拿着个柳枝吗 是不是观音呀 哦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 这个乌龟上边缠着一个蛇 好像是玄武吧 这个是不是玄武呀 哦这是什么呀 这中间有个阴阳图案 这什么东西 不懂 哦 这一个大老虎吗 哦 这个是白虎 这个应该是白虎 哎 这边有三个字 得 得 哎 这个应该是什么呀 上面一个直 下面一个心 不认识 哦 一个龙 一个缝 踩着龙头上来吧 走了好几近一院子 终于看到五星八卦塔了 赶紧上去看一下 去这个猪塔里边 一直爬到岭 上去看一下 这是什么呀 这里边还挺干净的 哦 看上面 有很多彩绘 这还有一把桥柱呢 楼梯在这儿 走 开始爬塔 哇 没有护栏啊 没有护栏啊 哎呀 有点危险 已经要注意安全 哎呀 太吓人了 我都不敢往下看 哎呀 年龄大了 身体不行了 哎呀 肩膀疼 肩膀疼 腿疼 腿疼 腰疼 这山上零件 没有好的了 哎呀 看一下 下面 哇 好可怕呀 哇 到了 到顶了 哎呀 哦 贵州某某某某到水油 到了这个猪塔的塔顶了 哎呀 出号了 今天弯度是非常热的 现在呢 往上稍微凉快点 但是弯度还是很高 现在是 现在是11点37分了 弯度还是很高的 白天更热 它中间呢 有一个螺旋楼梯 可以走上来 但是呢 没有护栏 非常危险啊 所以呢 不建议大家过来 尤其是小朋友 不建议大家过来啊 很容易发生危险 哦 站在这儿往下看一眼 哇哦 哎呀 往下走 怎么感觉的更晒人呢 因为往下走的话 你必须得看到中间 看之后 还有点晕啊 这个主塔呀 我们已经看完了 下来了 至于这个 强迅更宽 四个方位上的小塔 我们就不上去了 哎呦 出汗了 累得我出汗了 这个年龄大了 身体不行了 体力干不上了 就不上去看了 从下边看一眼 这几个小塔吧 这几个小塔呢 是五层的 主塔呢 是七层的 小塔呢 都是五层的 就不上去了啊 体力呢 真是干不上呀 年龄大了 这个五星八卦塔呀 我们就看完了啊 呃 确实有危险 为什么呢 它这个楼梯啊 都没有护栏啊 如果往上爬的话 是很容易发生意外的 所以呢 还是不建议大家过来啊 至于网上说的一些什么这个 比较古怪的一些传说呀 对不对啊 一些不好的传玩呀 这个东西呢 是不穿戴的啊 今天晚上呢 半夜也过来看了 什么都没有 对不对啊 我们呢 还是要相信科学 相信我们伟大的祖国 伟大的党 好了 下期再见